开店2万家,靠6元一杯奶茶年入百亿,蜜雪冰城要做奶茶借的拼多多,2016年蜜雪冰城店数量达到2500家,2019年上升到8000家,2020年6月突破1万家,成为全国首家门店数过万的茶饮品牌,与耐雪的茶深耕一二线城市的高端定位不同,蜜雪冰城的主营阵地集中在全国二三线城市,下城市场门店占比超过80%,被网友称为小镇青年的第一杯奶茶。 看蜜雪冰城的菜单,大多数产品的价格都在10元以内,3元冰淇淋,5元柠檬水,7元大圣诞,即使一次下单全部产品,花销也在200元以内,比较高的性价比,为蜜雪冰城获得了很好的人气,现在制茶饮用的市场上,有这样一句话。 10家店酒陪,冰雪城跨越万家门店,凭借低价优势,不仅没有亏而且赚钱。 据报道,2020年蜜雪冰城,全国销售额最高的店铺,将实现460万元,较普遍的店铺销售额也将超过200万元,净利润约30万元左右。 与耐雪的茶在2020年,调整前的2.03亿元损失相比,蜜雪冰城是怎么形成的? 2006年之前的蜜雪冰城,没有什么特色,但2006年之后的,蜜雪冰城迎来了新生。 这一年蜜雪冰城,终于找到了自己的定位,打造了一个年轻人,可以消费的连锁品牌,并推出了一元一支的,超低价新鲜冰淇淋。 一元冰淇淋不仅,让蜜雪冰城瞬间打开了局面,还成功实现了店面引流。 低价成为了自那以来,蜜雪冰城最鲜明的标签,此后的第二款4元柠檬水上市,摧毁了用户的内心, 成为销量仅次于冰淇淋的又一单品,在两大爆炸物的加持下。 当时,蜜雪冰城的开店速度,和经营规模达到了去年的三倍以上,收益额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,相当于去年的总和。 可以说,在消费升级浪潮到来之前,蜜雪冰城凭借爆品和低价战略,在饮料市场占有一席之地,与格调品味等,产品的附加值相比,陷入市场的消费者更关注价格。 所以当下,沉寂如市场时,主打高性能价格的蜜雪冰城,明显比其他茶饮品牌更具优势。 多年来蜜雪冰城也一直将品牌开店的重点,放在消费、潜力更大的下沉市场。 所以,以前,在一二线城市,很少能看到蜜雪冰城的身影,冰雪城的这一招。 不仅避免了网红茶饮品牌,在一线城市的激烈厮杀,也让品牌经营规模如滚雪球般壮大,让店铺如野草般狂喜。 与其他茶饮品牌不同,蜜雪冰城的店也并没有,朝着简洁高端的大气排名方向发展,而是誓言将土、气质提升到极限,打造全城最艳的店。 在IP形象方面,蜜雪冰城可以说把雪王,这个超级符号运用到了极限,从品牌形象到店面设计,从用料到周边,雪王的形象可谓无处不在。 店关门后,卷起百叶窗也是雪王的印象,连日来蜜雪冰城,以着普通雪王的黑话梗,再次出圈。 值得注意的是,以喜茶、耐雪茶等主要健康相比,选择纯乳、新鲜水果、原液茶等成本较高的原料。 蜜雪冰城产品原料除柠檬等水果外,多以奶茶粉、果酱、糖浆等为主,产品原料成本相对较低,弹性加盟制是蜜雪冰城,快速扩张的又一发宝。 官网显示蜜雪冰城主要是单店加盟,需要加盟店完全运营,公司不参与分拆,这种模式的优点是公司管理所有市场,商店复制方便,老板对商店的管理也很灵活。 另外由于加盟店数量多,在上游的牛奶、茶、水果、咖啡等,原料采购上有谈判的优势。 蜜雪冰城虽然没有参与拆分,但这并不妨碍它赚钱,除了收取加盟费外,公司还可以继续,依靠原材料、销售获利。 业内人士表示,加盟店需要每月支付原料费,有的店每月消耗原料约4-5万元,原料费占公司利润的很大一部分。 9000咨询,市场调查数据显示,蜜雪冰城40%的利润,来自为加盟商提供原料,薄利多销的商业模式。 以加盟为主导的扩张方式,正在发展蜜雪冰城,蜜雪冰城也承认,公司加盟店数量迅速增加,对公司加盟店的监管变得困难。 加盟店在管理和运营标准上,可能与公司要求不一致,加盟店发生店员操作不规范,店面、卫生不合格等违规行为,出现产品质量纠纷和食品安全事故, 公司品牌生育和经营业绩产生不良影响。 招股书显示,蜜雪冰城领目级的64.96亿元中,29亿元将投入食品加工,产业园等生产建设类项目,19亿元用于补充流动资金。 关于补充流动资金,蜜雪冰城表示,公司整体经营规模呈高速增长趋势,随着行业需求的扩大,未来3-5年公司业务将持续快速发展, 公司在研发、采购、生产、销售等经营环节需要较大金额的流动资金。